牛年大鸡 这一次会比原来时候少了一点紧张 然后多了一些从容 就真的还挺荣幸的能够来到春晚 其实只要春晚需要我做什么样的节目 或者有什么样的表演形式 我都会全力以赴 这一次还挺顺利的 这一次因为这次人会比原来香蕉要多一些 然后大家都在一块 就对 对 更踏实 对 就回组了 然后等春晚完了之后回家吃个年夜饭 然后第二天就回组 其实每年反正就必须有鱼 主要是大家团聚的这个一个氛围吧 有没有特别的说特别讲究 这家美食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近大家都很熟悉了武汉的热干面呀 豆皮呀 武汉的菜台还有鲜鱼都特别好吃 对 这些都喜欢 热干面我会做 有时候会找 然后碰巧有的话会经常点 小时候快过年就知道要放假了 然后可以拿压醉钱了 可以买自己之前想 惦记了好久的东西 然后长大之后呢 其实盼着过年 其实就是盼着团聚 能跟家人聚在一块 对 因为平时工作还挺忙的 对 印象最深刻 我觉得应该是2019年吧 第一次上春晚 原来都是跟家人在电视机前看春晚 然后19年的时候 家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在春晚的舞台上 对 是 干饭人干饭魂 对 然后打工人 这段时间对翻版还挺感兴趣的 嗯 冲浪 然后在海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去学翻版吧 嗯 好